我给你们说一个他最痛的地方 他最在意的地方 从去年到今年 但凡说到挑战那一块 他挑战我蹭热度的这一块 我说了咱们打没问题 咱们组团作战 你带上你的战队 我带上我的战队 咱们给咱们培养的拳手们 一点热度一点机会 把咱们的拳手和战将们 学有所成能够出道 我那里有几个 我们俩双方他不行 他方家军他一定要单打 干一场你们有兴趣 有兴趣的话 但是你单挑的话 你为什么不敢给 你培养那么多 整个还炫耀自己教 我叫我不喜欢 自己炫耀自己教学 那你你教学那么厉害 你这几年里边 你在表演吗 你教的人呢 我怎么没有在 顶级赛场看到呀 因为去年一说我们打 我就说牵着战队 为什么呢 我希望呢 咱们老家们把热度 把这个事情 给咱们培养新人生 咱别想咱们俩打 好事都在自己独吞了 不合适 后来我们发现 一个严重性的问题 他培养了好几年的拳手 除了只收学费之外 没有培养出一个知名的拳手来 我这样说 你们听懂了没有 圈里的你们能反应过来了吗 他怕输 他自己怕输 他为了怕输 连自己学员出道的机会都不给 担心影响收入学费 我就想问你 你收学员收学费 是为了培养人才 还是只是为了收学费 我没有收什么学费 但是我培养出几个知名的人来 不管是我带的 带课多与少 但是我会给他组建很好的班底 我只希望他们学有所成 不要辜负他们的青春 我这个人呢 虽然从来不喜欢展示这一块 但是我的人里边 不管是宋老兄 赵重阳 还是轩人阵 还是王万里 起码是国内一线能叫得上名字来 经常出国内国外 在立场打比赛的人 是我在我这里边 这一届 给他从散打呀好 拳击好 真正的给他调整成自由搏击 可以登上武林峰 以及国内一线搏击立台的选手 我让他们学有所成 我珍惜他们 我更对得起他们 我对他们的青春负责 尽其所能 帮他们能够 在这期间里边 能有所收获 青春难救啊 男人当博呀 你也青春过 你也很难过 别人如果是拿你的青春 只是晃一顿 不跟你有所成 你是多么的难过 我的从事 我这几个人啊 我们都没收过学费啊 这些人都没收学费啊 是半路里边会调整过来的 全部调整过来的 安排最高的 这个三十密度 让他们尽快的能够出位 你呢 请问方同学 大家会这样 你们可以他开直播的时候 你就问他 方同学 你开物馆开了好多年 又是教学 又是展示教学 你培养的人呢 哪个出来了 哪一个出来了 你开物馆培养 培养教学 你是什么目的啊 收了多少学费啊 你收这么多学费 我从来没跟你讲过吧 我也没有眼红过呀 我啥也不说 这是我都理不理的不理的 在我一龙心目中 在这个领域里边 我要少在这里边 给大伙竞争挣钱的话 我早就开物馆了 我早就大肆的宣扬 开物效了 我一龙的思想 还不在这一块 因为我好学 我接触过 见过更高的人物 更牛逼的领导 更大的企业家 我知道我如何虔诚的 走好后面的路 让自己呢 更充实 更饱满的 像上子 我不会在这个圈里边 整天隔长隔短的人 兄弟长兄弟的玩 可热乎可亲 坑的就这圈 把外边圈 坑死了 全部阻碍得 全部砍掉 最后吃 就吃这圈里的人 吃就吃兄弟们身上的 赚兄弟们的钱 我没有这思想 我的思想啊 是想方设法 能够在外边引流 在外边的 领域里边引流 在权力引流 引过来 来支持大家伙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